庄金法律诉讼及辩护的律师团队 郑博人联合律师事务所 在帕萨迪纳科罗拉罗大道 新的办公大楼落成 日前与一楼的会议中心 举行了盛大的新旨落成典礼 和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当晚洛杉矶各界正商名流 一百多人出席 包括联班众议员赵美兴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五国庆 前河陶市市长林昂诚 西科文那市市议员吴同怀 圣盖博市长廖清禾 前洛杉警局局长李贝卡夫妇 等各界人士纷纷到场祝贺 Paul is a wonderful attorney He has really taken on cases that help relieve so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in this area He's excellent and also a wonderful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nd so I congratulate him and I know he will do a great job and be very very successful here 郑伯仁的律师团队多年来 以强大的律师阵容 经手处理多项大型商业 劳工地产等复杂的案件 为顾客争取更高权益 所有的律师楼在华人里面当然比较大 我们做的是商业地产劳工专业的专业的专业 我们的律师楼很高兴 我们可以支持很多的政治人物 特别明年的张敬辉 他现在在选州长 他第一个募款会是我们给他举办的 我们让他知道说我们华人靠谱 他可以不但可以支持我们 他可以依靠我们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次华人讲话 比如说不算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政治人物 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声音 让我们华人靠谱 郑伯仁律师曾担任过检察官 调庭员 也曾竞选过 雅凯迪亚市议员 环球东方记者 李玉冲 洛杉基采访报道 李玉冲 洛杉基采访报道